记者廖千银台北报道,强强联手,国泰金控旗下国泰市华银今天宣布,明年元旦起国泰市华银行信用卡将在北北京1700家统一超商门市场先开刷。 国泰市华银除了拿下小七第一年独家刷卡权,也预计在明年1月底前完成在全台5200家门市装置刷卡机。 国泰市华银行总经理李伟正表示,便利商店是台湾人最重要消费场所,平均每三天进出一次超商。 台湾人每年在超商平均花费近万元,且根据VISA调查,国人最期待可以使用行动支付的地点就是便利商店。 超商是拓展行动支付的关键一礼。 李伟正指出,国泰市华银行积极更云收单市场同步推展多元支付工具,呼应政府2025年行动支付比率上看90%目标。 国泰市华银行将在今年底前陆续进驻北北京超过1700家统一超商门市。 明年1月底前完成全台5200家超商门市铺设刷卡机,建立完整的行动支付环境。 值得注意的是,明年1月1日到1月30日,再统一超商以国泰市华信用卡感应消费。 单币满新台币500元限着50元,若使用国际三大Pay,Apple Pay,Android Pay,Samsung Pay,消费满500元,加码再限着50元,即共折地100元,回馈。 率达20%,同时免登录不限比数刷越多,回馈越多。 率达10,570元、抖地100元、国际三大Pay,加码再延期待、心提携失、压力2倍以上。 总被満了并滅、福利局超商门市長当时免登录多,回馈! 문제가一切怎么在那里面是杂能谈的事故事, 已经专门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